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看一下郭台銘董事長 很像被一個老辣妹給撩了 我們來看一下 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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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給他蓋上 六號… 跳好不好 六六大樹 再蓋一次 再蓋一次 我都會想你喔 我都會想你喔 八十一丁六的啦 OK 好 這個郭台銘董事長跟人家打鼓鼓 所以你離婚離婶沒帥 我看是不行了 OK 回到原字這邊 韓國瑜在禮拜四號稱百萬人上凱道 做最後的勝選的吹票 趙紹康將出席力挺 這件事情包括最近很多韓市長推出的廣告 一些藍營的重量級的所謂領頭人物 像趙阿康 趙大哥 毛澤國 前院長等等 都出來講話說 韓市長這部分您對最後的吹票 抱什麼樣的期待 因為我們國民黨初選比較激烈啦 當然我們評估藍營可能還沒有完全歸隊 所以我們希望說最後選前 當然是希望所有的藍軍都可以集中選票 支持韓國瑜 所以現在就會召集很多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像剛剛文昂哥你提到的趙紹康 趙昂哥 趙昂哥他之前在初學的時候 他是郭台銘 郭台銘把他視為人生導師 那他現在站出來力挺韓國瑜 我覺得有一定的指標的意義 那我們之前也有辦一個國政的說明會 也是訴求所謂知識欄跟知識欄 雖然我個人比較不接受 有所謂的知識欄跟知識欄的差別 但大家習慣這樣分嘛 我們就姑且用之 所以我們辦一個國政的說明會 那韓國瑜就把他這幾個月來走基層 傾聽學習之語 做一個心路歷程的報告 那同時針對能源經濟 還有各方面政策 做一個完整的論述 那也是希望有一些知識欄跟知識欄 可以對他產生信心 那另外的話我們拍的影片 那也有很多人站出來 像剛剛講的趙昭康 趙大哥之外 還包括前行政院長陳聰 還有毛治國 那毛治國也有指標意義 毛治國也是郭台銘 在初選的時候 他的政策的總舵手 所以他出來力挺 當然也有一點代表性 那另外包括像賴正義 林伯峰等一些竊戒人士 那代表竊戒也會給韓國瑜信心 那另外比如說愛心 賣菜阿嬤陳述菊 代表那種基層的心聲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這一系列 就是說大家全部來力挺韓國瑜 希望能夠化解外界的一些疑慮 代表說其實韓國瑜的執政 是不僅是企業有信心 然後各界可以放心 然後基層可以安心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全力相挺 我記得小平有一次來上我們節目 他說我認為韓國瑜 已經一個多月想說韓國瑜以後都不要辦造勢活動 我說他最高的戰術活動 你又給我賣板 你要怎麼算 用不是 他觀察韓國瑜的造勢活動 辦得越成功的話 中間選民離得越遠 我說小平兄給個說法 他說韓國瑜的造勢活動 有一種基本上深藍的 非常很容易辨識的那些元素在裡面 他認為這些元素你已經夠多了 你越強調他中間選民離你 離得越遠 你同意小平兄給你們這樣一個建議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很多場 我們在辦兩場 最近不是有在辦 相較於蔡英文這贏的話 他們現在這幾天就是一路都在辦 我們現在就是剩下1月9號的台北一場 1月10號高雄一場 接下來我們就剩這兩場而已 所以我們希望這兩場可以辦得比較盛大 所以我們喊出1月9號希望能夠百萬喊粉佔出來 那我們今天也有辦了一個 因為選舉最要關頭 大家就害怕些澳伯 所以我們也辦了一個澳伯的選拔 那在1月9號 1月9號我們選出12個大家最有創意的澳伯 那韓國瑜也會在現場頒獎 也是用這種比較輕鬆的方式 能夠破解掉選舉一些比較緊張的一些衝突 OK 林剛才提到說這幾位具有代表性 像知識欄 他們的社經地位都相當的高 他們可能來彌補 就是說大家對於韓市長過去在所謂公共政策論述上 空洞化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可是民進黨似乎並不採取所謂 找這些重量級人物來修停了這樣子的策略 反而比較走草根的民主 趙雄你認為這個部分的設計 似乎是有意跟韓市長形成對比嗎 我們大概還是照既定的設計或是步驟來走 不過剛才聽到原生這樣講的很恭喜 至少藍營現在還在做內部整合 內部整合工作是不需要做 坦白講 接下來很多的活動大概就是最後動員 因為這個選舉本質就在動員 看誰的支持者的投票率高 激發出那樣的熱情 我想最後幾天 不管是韓國瑜市長也好 或是蔡英文總統這邊也好 大家都會做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的造勢 所以都很正常 是OK 這個原始 我想每一次選舉都會有 他這次選舉所面臨叫做時代的氛圍 或是那個比較重大的政治氣候是什麼的問題 比如上一次這個蔡總統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大家對於我們國家的內政管理的部分 總覺得包括教育 那個教改問題 實在是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那次國民黨在這個整體的時代氛圍之下 他受到選票的重創 得票創了歷史的新低 可是很多人講說 今年台灣的選舉的總氣候的指標 就是我們國家 基於保衛我們的民主制度 跟我們選擇未來生活方式的自由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條偉大的人民民主意志的護城河 這護城河不是進攻 只是保護我們 那可是國民黨實在這時候 對這條護城河的建構一直給他很多批評 你就是在無台獨 你就是在怎麼樣 我們需要擁抱 我們需要什麼友誼的橋樑 您認為這個部分跟我們常講的所謂 這一個年代或是這一次選舉的時代 總氣氛的違背 你認為國民黨是違背還說 沒有啦 是你 當然沒有 民黨惡意著作 來 你的回應 國民黨執政 韓國瑜執政 絕對是守護這個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就是無容置疑的 韓國瑜選上中華民 他當然捍衛中華民國 他已經講過一百遍了 只是說大家會故意去抹紅 我覺得說穿就是這樣 現在網路上很多人都在講說什麼 好像投給韓國瑜 就代表說台灣很可能沒有下一次的選舉 這什麼意思 難道韓國瑜選上之後就會把台灣賣掉嗎 怎麼賣 拜託大家好不好 韓國瑜選上總統 就是會捍衛中華民國 任何一個人 我相信蔡英總統也是一樣 誰選上都是捍衛中華民國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抹來抹去 去抹紅別人是一種最廉價的選舉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把他扣上這個帽子 那經濟都不用討論 因為如果說沒有這個 把這個帽子拆開 大家可能就要很辛苦的去辯論經濟 所以我非常認同柯文的講一句話 他說去扯這些統突是最懶惰的選舉方式 為什麼 因為反正那個帽子一扣就很輕鬆 我不需要去證明說我自己的施政有多認真 我不需要去證明說我可以多照顧我這些勞工 我不需要告訴我可以給國家什麼願景 我只要說大家我們要互主權 我們要 就像我最近聽到蔡英文總統講 他就講說發生黑鷹事件的意外 國軍守護我們的家園 所以我們要選票補我們的主權 我都聽不懂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用選票補主權 補主權那請投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也是互主權的 所以這其實是故意要挑起一個對立 好像投給民進黨才是互主權 投給國民黨就沒有主權 其實這是一個扣帽子 我覺得國民黨絕對是 絕對是守護自由民主 我們這一代的沒有人希望 我必須插一句話 就是說這講了一百遍 為什麼大家還是會覺得操作這一招是有效 就是因為你們有吳思懷 因為楊輝如們太厲害了 這就是我們不要劣勢 這我們真的承認 要回過頭去問問看看自己做了什麼 讓大家這麼的不放心 不是我也是談中華民國 OK小熊那談上這個問題 這個時代的氛圍 似乎造成說這次選舉上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立場選擇指標的議題 說我是要選護城河 還是要選一個所謂跨越海峽的友誼的橋樑 沒有人反對友誼 但是在關鍵的時刻 我們也要一條護城河 彰顯我們對國家主權的捍衛 這也不是挺統或是挺毒 是現在的生活方式 我們就是這樣子 那這部分你的回應是怎麼樣 你剛才原則說不要搞這個統獨 你剛才也說我們搞台獨 我不知道你的邏輯在哪裡 再者就是說 的確現在很多人都有這所亡國感 那不只是年輕朋友 我看到很多這個大概小孩 大概在國中高中的爸爸媽媽們 都會覺得說那我下一代 有沒有可能像香港一樣 我的下一代有可能還要上街頭 因為我們這一代正好卡在中間 因為我們上面的上一代 正好是上街頭的年代 他幫我們打下了自有民主的基礎 大家可以開始選總統選立委 不用再上街頭去做一些 這個民主基本工程的抗爭 但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慢慢大家會思維這件事情 尤其是有些人主張說 未來要統一 未來就是這個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這樣大家會害怕 就陸同時期所提到的 那吳樹海以前在對岸所講的話 是不是國民黨要高高承受 如果不是高高承受 為什麼要提名他不分區的第四名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在在看出他的行為 因為大家要試行為論 你們要意識對方的動機 剛才也提到說 這個我們哲學論面裡面 有的一南面十南面 大家都知道說不可以說謊 其實大家這個 一兩面這樣做 十南面有沒有可能 還是有人會說謊 就如同這個韓國瑜市長 那大家覺得他不能說謊 那問題他還常常說謊 那大家都對他不信任 我覺得這東西從行為來看 當然累積大家的印象之後 你講什麼話大家就不會信任 是OK 施宇這有一個新聞 這個當然很像市長有做過修正 他說不排除在最後一秒鐘 我去挺韓國瑜 那這個銀澤亞炮轟柯文哲說 丟光台灣人的臉 各相關新聞 你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敘述 跟市長真正的說法跟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想當然因為民眾黨 沒有提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我們在對黨員 做總統投票的選擇上是開放的 不過我想因為韓國瑜市長 非常多不管是在市政或是國政上 我們確實沒有看到他的一些努力跟政績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個人也是不會認同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剛剛講到 護主權這一條河 他的那個防線到底是什麼 我想柯文哲也不止一次講過 其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上 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側翼要怎麼抹 其實我想我們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雇主權愛台灣的心是不會變的 那柯文哲也常常在網會上提到 我們做的哪一件事情 有背叛台灣嗎 從來沒有 所以我想這個標籤已經不要再貼 也不能再貼了 那另外一個是說這34年來 其實不管藍綠都執政過 而且是完全執政過 但是我們沒有統也沒有讀 所以代表在未來的願景上 我想台灣還是會維持現狀的方式 繼續往前行 所以我想 護主權愛台灣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讓台灣前進 最好的就是國家治理 所以我想民眾黨在未來 我們要做的一樣是 繼續來監督執政黨 做最強監督力的在野黨 這才是我們未來要提升 護台灣的那一條防線 所以說把我逼急了 我要投韓國瑜應該是個 我想應該是說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確實民眾黨的一個突起 我們是被兩側夾擊的 那這夾擊包含網路上 或是新聞媒體上在資源上 對小黨來講選舉真的是蠻艱困 包含最近我們在媒體上 其實也慢慢的有點在消失了 因為新聞量越來越少 所以我想柯市長當然 他不管被抹黑抹紅 這一陣子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相信他講的 只是一個情緒上的表達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人民要去選擇到底是誰 可以為台灣做更多更強的國家治理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上 韓市長目前的表現 我們看到是沒有辦法認同 明天禮拜三 這個秋明慧的一週刊 很像又有新的話題 這兩天很多人在問說 可能會是什麼 大概我心裡有個譜 我心裡想說如果被我猜中的話 明天我要請我自己喝一杯咖啡 先不講 這個人家明天要出版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一個新聞 跟韓市長蠻有趣的 韓市長在周公新的前 這個故宮博物院院長 裴隆斯在參觀故宮 當然有人說 那個地方不能有政治活動 還是要注意一下 比較有趣的是說 他在訪問的過程 參訪的過程當中 他問周公新院長說 這個文物畫是真的嗎 問了這個 大家就 蛤 故宮 還有假的 看一個這個我也是外行 什麼宋代的乳窯 說這逼婚說 這是破坑嗎 怎麼這樣 那這個有人就講一下說 你參觀故宮問故宮館長 這千元萬貨 是不是念貨 對 礦式名畫是真的假的 你為什麼不去101問Hermas 架上是A貨嗎 這個OK 這個時期對買這個好貨 不是買A貨 有一些經驗 我覺得韓國瑜真的是很妙 就是周公新其實是講解了一大篇 周公新很厲害 大陸的故宮還請他去解釋說 這什麼東西 他就以前當過院長 然後現在又是國政顧問團 劈里啪講了一大堆 這真的嗎 這不是很耍寶嗎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韓國瑜的問題 還是在他自己 儘管說國民黨找了一些 這個意見領袖 然後形象很好的這些人來拍廣告 可是重點是 真正要希望上架的產品 還是你韓國瑜 你韓國瑜在這些表現上面 你真的不如我來幫你拍廣告的那些人 就是 而且既然你要選總統 可是在故宮不可以有這些選舉的行為 這件事情 你自己為什麼不守法 你就不應該在故宮的外面 那邊講你的什麼文化政策 什麼等等的 就是說我覺得 你還是得要回過頭去 反省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讓大家會對你有不信任 有懷疑 就像剛剛這個葉原子講的 就是說 你覺得這都是被抹黑 然後韓國瑜講了100次 一定會捍衛中華民國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看的是那個做法 那蔡英文有沒有這些做法 蔡英文在辯論的時候 就告訴你說 中華民國要能萬歲 所以我做了什麼 中華民國要萬歲 所以我做了什麼 那這些東西就是他正在做的 而不是說 你們不要懷疑我 你們不要抹黑我 我一定捍衛 那捍衛的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才是大家會質疑他的地方 所以說與其有說法 倒不如有一個簡單直接的做法 好20秒鐘 這個原子多個簡單結論 我覺得還是強調 韓國瑜絕對捍衛中華民國 我想所有的總統候選 都會捍衛中華民國 我覺得大家不要在這個方面質疑 那我覺得大家要考慮說 到底誰能夠帶給大家一個好的未來 比如在經濟方面 比如說照顧勞工方面 教育方面 我覺得韓國瑜是一個非常好的領導人 好小熊20秒鐘結論 對我想這個最後的關頭 大家出來投票 不管投給任何一個候選人 我想這個投票 是每個人 國民應進的義務 就是我們最大的這個權益 大家共同來執行這整整的任務 好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 TB Today 2020 選起拿愛 擔場鼎立 誰與正風 你的一票 是對改革的肯定 你的一票 是對民主的支持 我們一定要改變 2020年1月11號 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機會 我的蘇雲個人不打緊 我們只求台灣要勝 中華民國要贏 1月11日 ET Today新聞雲全平台 同步直播開票結果 主持人楊文佳 給您最及時的選情補析 您的一票 決定台灣未來 決戰2020 請鎖定ET Today新聞雲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